叮咚叮咚 警告 本片包含玩家发出狂喜乱笑 例如 亚伯 等一下 OMY HEART 但是我是不会助手的 说实在的我这几天一直在玩 第一游戏 深夜开台而且还是去 电子牛郎电话 哈哈 今天等一下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光与夜之恋 然后我没有收到业配 所以我就要以我角度介绍 他这边有一个手机嘛 我点他 角色会传讯息给你 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他 总共有五个男角 每天可以打给每个男角一次 抽到他们的卡牌的话 也可以看这张卡牌的限定剧情 你还可以跟男角视讯通话 有纯电话跟视讯通话 你还可以发动态消息 然后八卦版这边也会有一些 新闻啊小道消息 都是跟着游戏的剧情在跑的 主线 这边是跑主线的地方 你要打一关卡牌战斗 卡牌战斗过了之后呢 你才能看一段剧情 但是如果说 你的牌战打不过 你就一直没有办法看剧情 你会一直卡在一个剧情点 一直下不去 你就会觉得心很痒 然后你就会想要 你就会想要克金去看后续的小说 你玩到后面剧情开始跑不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卡牌战 你打不过你就没有办法看后面的剧情 像现在这样我一直卡在这一关 现在才跑到第六章 你要完成一轮故事要跑完十个章节 但我今天开台不是要秀给你们看主线剧情 因为主线我一直下不去 在开台之前 我 我抽到了我推的角色的剧情卡 我超爽的 这个角色的取名怎么热样 谐音是气死你 你咖啡好 哈哈哈 我看一下哪边可以看男角 五个攻略的男角都不是人类 他叫 萧毅 他在车手讲话非常会自带撩 会小坏坏的大哥哥那种感觉 发现超多人推这一支的 又撩又暖 这一支叫 露晨 女主公司的CEO 那种沉稳可靠的男人 夏明星 女主的青梅竹马 奶狗类型的 扎里苏 其实我一直以为他念查理苏 我还没有看到这只角色登场 但听说他的个性很像罗兰 女主角他是服装设计师 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 到了一间叫万真集团的设计公司上班 我推的这一支 吉斯里 他是女主的在万真公司带他的老师 是那间公司的总监这样 然后他是臭嘴类型的 他的嘴巴坏的那种类型 不是那种 大家觉得恋爱游戏里面那种 讲坏坏坏的那种男生的那种坏而有 他是女会想要去跟他吵架的那种 我在跑剧情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欸有五个男角耶 我的选择好多 我不知道攻略哪一支 这样 我就先跑前面的剧情嘛 先了解这一些男角的性格 完到吉斯里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干这个角色 嘴怎么这么臭 我就一直很生气 一直想找他吵架 完到后面发现 他只是个傲娇的时候 我就 真的是气死你耶 前面真的是气死你耶 李后果然是斗脸吗 不是 不是只是 不是 只是 呃 我想到跑剧情 你们就知道他很可爱了 对啊 其实李很可爱啊 他除了会气死你之外 他还蛮可爱的啊 好啦 我要来跑 我抽到的那个新卡的剧情 我也不知道这剧情是什么 我不确定他这个章节 会不会嘴臭啦 如果他嘴臭的话 跟你们讲 习惯就好 今天要把这些花材插好 以及养护 自己的阿培 我在想啊 有没有可能把白玫瑰 薰衣草和 勺药插在一起 又不至于看起来很违和的 怎么不说话 因为我在思考 一个人的脑回路又有多奇妙 才会想到把这些插在一起 算了 你先去收拾一下 哦 这 这还是比较不呛的 哈哈哈 我透过层层叠叠的枝牙看下去 竟然有 火红色的绒团 是一只酷太可觉的 小狐狸 你怎么这么熟练啊 难道很常这样拆陷阱吗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 毕竟身边 总有笨蛋打转 我都不是白痴干 终于在起司里的指导下 这个陷阱被清出了一个讨身口 一出现空隙 小狐狸就机灵的钻了出来 他还将爪子伸入了层层的枝牙当中 用力刨出了一些 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推到我跟起司里面前 这是给我们的吗 嗯 谢礼 是谢谢我们救了他吗 好可爱哦 那我们要不要收下 救他的人是你 收不收随你 那我要收 我将小狐狸赠送的植物 整理好摆在木桌上 才发现有许多不常见的植物 其中还有预珠有点像芦苇 长得真漂亮 那就也把你插起来吧 我很快地便用这株植物 白玫瑰 新衣草 跟小药 混搭出了一束返花 我满一滴摆好了花瓶 当我返回花房时 近看到其司里正拿着那些花瓶 神情有些严肃 你怎么就看起来了 我原本打算整理好一下再给你看的 你觉得怎么样 其司里转过头 冷漠的眼神中夹杂着一丝怪异的迷离 怎么了 小狐狐狸你给我的药槽里面是有魅药是不是 拿走 好 我拿走我拿走 拿走 好好好我拿走我拿走 我将花瓶挪到一旁 心里半是郁闷半是疑惑 难道 这花已经丑到其司里 连看都不愿意看的程度了吗 我回过头 发现其司里盯着那个花瓶看 紧接着 又是一脸严肃的把花推得更远了 为什么 现在的她好像有点奇怪 但又说不出来是哪里奇怪 等一下 小狐狸你该不会给我的花里面真的有魅药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小狐狸我还真是要谢谢你 你怎么了 看起来怪怪的 我很好 没有怪怪的 拜托是魅药拜托是魅药拜托是魅药 哪里没有怪怪的 你都说叠字词了 她的眉毛皱在一起 似乎努力在思考着什么 过了几秒 她才一字一句的回答 狐狸草 狐狸草 难道是插花里那株像 蘆葳的白色植物吗 嗯 狐狸接触或者食用后 会 会怎么样 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没有伤害 说着 她又冷静地转过了头 嘎吱嘎吱地捡起了手中的根筋 你先别管那些花了啦 好 她念的好贵耶 为什么 等一下 以她的性格来说的话 你所知道她不要剪花 她会觉得说 你关我做什么 然后她就去做她的事情 神奇的开乖被打开了 她听话的 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转头认真的看上我 叉叉叉叉叉 就是这种催眠不配方 她变得好乖喔 呃 你怎么会这么听话 她乖乖的朝我点点头 等一下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会听吗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会听吗 嗯 等一下 喜欢会撒娇的总裁吗 喜欢 总监平常太冷了 她现在这么听话 我觉得 我觉得 的感觉 有一种自己战上风的那种爽感 试探性格朝她比了一个V 那你告诉我 这是几啊 二 好乖喔 哎呀哎呀 齐斯里啊齐斯里 没想到 你也有这一天呢 看你平常对我多呛啊 呛什么呛什么 看我现在怎么玩你 难道 虎卫草还有让齐斯里 变乖巧听话的作用吗 那她这时候 岂不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傻力傻气的笨蛋 干 不只说我笨 你好好称赞我啊 诶诶 他脸红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可爱你呢 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啊 老齐 有够爽的 哈哈哈 你来帮我把花插好吧 好 好乖喔 诶叫他插花 他就插花 叫他停下来 就停下来 我觉得等虎卫草的效果 过了之后 他会把女主骂一顿 第二要买虎卫草吗 买 买爆 只过去不到十分钟 生机勃勃的花束 便出现了在原本空荡荡的花瓶里 眼映白玫瑰 还加入了些许薰衣草跟少药 哇 真好看 不过 你刚不是说 脑回路奇妙的人才会这么做吗 呃 你怎么 对啊 我们说要用薰衣草加少药加白玫瑰 他就是说 你的脑回路是有多奇妙才会想要这样插 他现在种了那个虎卫草 我们叫他插 结果他就用这样的搭配 骑斯里认真的看了我一眼 因为你想要 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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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 oh my heart 啊 啊 哎 怎么这么乖呢 啊 谢谢你 还是你插得好 要不要再插几树啊 既然我还可以带到办公室去 我要送安安一树 郑林姐一树 还有对了 猫哥那边也摆一树 他一定会喜欢的 齐总监 我想要送我整个听的同事 全部都一树 你觉得丑到爆的花 现在你帮我狂量产这些花 谢谢上司 谢谢总监 干嘛被骂爆了啦 不准给他 我回过了神 发现齐斯里正有些生气的看着我 不准给他 呃为什么 不准给他 吃吃吃了吗 说着他将花瓶用力的塞进我手里 不许给别人 好好我不给别人 他是完全就是喝醉了的感觉 太棒了吧 谋坚化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惨了他酒醒了 他酒醒了 你以后不准凶我 不然 我说不定会一个手滑 在你的院子里洒满狐猥草的种子 你再说一次 要在院子里干什么 死定了 心屁一览无遗 不是 不是 变嘴 等一下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 你们听我解释 呃我我我是 我我 现在是凌晨三点 你的手只要本到什么程度 才会一直按错拨到我的号码 哈哈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